当代最强最具攻击力的生物是谁 当狮子遇见老虎 谁才能拿到陆地最强的名头 笑到最后 陆地最强最具攻击力的生物 当然是老虎和狮子 一个代表三间最强 一个才是称霸青青草原的霸主 如果他们能相遇并且爆发战斗 你觉得谁会赢呢 首先咱们来分析狮子的资料 狮子主要分布在非洲草原上 是非洲最顶尖的猫科食物动物 在青青草原上 那绝对是狮子说的算 喜羊羊来了都不好使 因此 他也被人们称为百射之王 狮子是群居动物 每一个狮群都会有一个狮王 代表最强加弄力 通常狮王有190千克 身长3.2米 尖高1.3米 整体下来 就会一张小轿跑那么大 狮子的攻击手段 就要以前肢扑倒对方 用爪子造成一段伤害 然后以撕咬的方式 咬断对方的咽喉 根据统计 狮王的咬合力大概在430千克 在草原上遇到山羊 基本也就两口解决人的 老虎主要以东北虎为准 东北虎是县村体积最大的 野生猫科食物动物 这家伙 保守体长就有3米 体重250千克起步 属于老虎里的王者端位 与狮子不同的是 老虎一般都是单打独斗 这家伙 更像是一个隐形猎手 神出鬼没的 就连人类都不能看到它 老虎的战斗方式 也是在于撕咬 它擅长用锋利的爪子 和锯齿撕咬敌人 破坏对方的咽喉和脊椎 根据测试 东北虎的咬合力 大约在470千克 在这方面 老虎占据了优势 那狮王对上东北虎 从数据上来看 它们体型基本相似持平 但是要在咬合力上面 老虎明显还是略胜一筹 毕竟 若有强识的生态环境里 战斗力和巨大的体型才是王道 不过狮子也有很大的优势 那就是 它们很善于伪装自己 众所周知 熊狮非常喜欢烫头 脖梗出的病毛 显得熊狮体型非常巨大 其实 太就皮薄骨头 再加上 狮子的性格本就是无所畏惧 气势上 很容易就压倒对方 更何况 老虎一般都是依靠气势对决 看到狮子这样的 一般都流至大吉 毕竟 动物世界里没有医生 一旦受到致命伤 基本就宣告 命不久矣 但是 有些让 非打不可 如果狮子和老虎 真的开战 小马哥认为 老虎大概率会获胜 老虎这家伙 本就擅长 胆打独斗 长期独自的生活和战斗 使它积累了大量的战斗经验 另外 老虎也擅长于爪子攻击对方 远程有力爪 近战有咬合力 整体占据的优势 如果真的以命相搏 老虎大概率会赢得战斗 不过可惜的是 这老虎太聪明了 它不愿意伤着自己 老虎一般都是 短时间内 以最小的战斗损耗 结束战斗 一旦对自己产生危险 它又会自动放弃 而狮子呢 是越战越勇 长时间的战斗下 老虎一定会逃走 或者心理上造成打击 被狮子给碾压 总的来说 小马哥更愿意偏向老虎获胜 毕竟硬实力在这摆着 其实心态容易爆炸而已 大家认为 狮子和老虎谁更强一些呢 欢迎在下方留出你的理由 我会回复大家 关注小马哥 下期带你看 现实中的牛魔王